哈囉大家好我是滴妹 今天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半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其實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我要跟遠在美國的哥哥連線 沒錯 哥哥人現在在紐約 然後呢我就想了一個影片企劃 想說 欸哥哥你在紐約的時候 可不可以幫我拍一個就是我點Uber Eats給你吃 然後你就幫我拍三餐 因為台灣跟紐約是剛好12個小時的時差 所以會顛倒過來嘛 我的晚上八點就是他的早上八點 也就是他要吃早餐 他的第一餐 那我會在今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去跟他做一個視訊對話 然後稍微聊一下 接下來也會訂他的午餐跟晚餐 大千也在紐約 滴妹到底幫阿滴還有大千點了什麼早午晚餐嗎 一天三餐挑戰 好了那今天的第一餐呢 台灣時間的晚上八點半要來幫他訂早餐 所以我想說買一個紐約的貝果 因為他跟大千一起買 我想說買三個貝果 他們可以兩個人一起share 我想要先買一個彩虹貝果 然後上面就是加了普通的cream cheese 第二個貝果呢我點了一個halapeño everything貝果 然後就是一個綠色的貝果 我看起來還蠻酷的 avocado跟herb的cream cheese 好第三個點一個比較偏正常的 就怕他們如果真的吃到前面兩個很雷的話 至少一個bacon egg and cheese 那個早上都要喝咖啡 幫他們叫兩杯咖啡 三樣貝果加兩杯冰咖啡的話 加tex加delivery fee 要美金40美 還要show your support 還要給tip 好 那就15% 這個就是我們的早餐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morning 嗨嗨 咖啡 哈囉 我現在水腫咩 哈哈 好 你要幹嘛 要幹嘛啦 我今天呢 就是預計要為你們訂三餐 欸我長個痘痘 我已經 我也有一個痘痘 我也有耶 痘痘squat 那我今天為你們訂菜的時間是 早上9點 下午1點 跟晚上8點 早餐是不是要來 現在8點45了 早餐呢就是我剛剛已經訂好了 我都不會跟你講不訂什麼 痘痘的時候就會是一個surprise 你不要訂雷的耶 因為今天我很有特色的難吃料理 對啊 我跟妳講 我是 非禮超極度容易才雷的那個類型 那你們就吃啦 你們就懷著感恩的心情嘛 去吃就可以了 OK 待會呢 我真的早餐我真的是隨便點 午餐跟晚餐 我再仔細的來去思考一下 對啊你要參考一些旅遊手冊耶 我們要吃紐約最證明的食物 我們來這邊如果吃到很無聊的食物 我們會生氣喔 我買了很多錢的機票 飛來這裡吃好吃的食物喔 不是來吃那些難吃的食物的藥 你們在那邊生氣也沒有辦法 欸他在那邊做一些免責耶 好過分喔 拿到之後記得要幫我拍你們吃飯的樣子跟感想 啊 好 啊午餐跟晚餐記得較貴一點的哈 好啊好啊那你們就期待一下 晚餐 可以畢竟 為什麼只有我有 他覺得你不是一個human 哈哈哈哈哈 那就我們待會去那然後我們再拍 掰掰 掰掰 Josha Yes Crown 謝謝 Thank you 我拿到我們的早餐了 好我們要來開箱第一位幫我們點的早餐囉 Bacon Egg and Cheese Avocado and Herb and Plain Cream Cheese 哇他 我有聞到醬油味 我剛以為是蛋餅 好像是幫我們點了Bagel 好啦這是一個 蠻紐約的食物 沒有失望的 我以為他會多spatial欸 沒有想要是拿普通的嘛 我覺得他有點點太多欸 還是他是把我們午餐跟晚餐一起寄過來了 哇他想要省那個外送費 他想要害我們在這邊拉肚子 Liberty Bagel Smithtown 兩杯咖啡 好可愛的盒子喔 而且他的飲料真的包得密不通風欸 Bagel 設定 這是冰美式吧 我妹知道我都會喝美式 我覺得他單純只是叫兩份 好沒有創意喔 他就設定說你應該也喝冰美式吧 對啊我可能想喝大麻茶 還好 一開始入口的時候還蠻花水的 搞不好是炭香味啊 後續上來這個苦味我不是很喜歡 Bagel No.1 Bagel No.2 Bagel No.2 Bagel No.2 這感覺很好吃欸 超級豪華的耶 哇 裡面的料 這都買太多了啦 我好像是某種藝術作品 這是什麼東西 是蠻美的啦 其實看起來有很多色素欸 這是正常的 然後裡面是 哇 這個裡面是滿滿的 cream 它Bagel很厚 它Bagel本身很有嚼勁 越咬越甜 像是比較硬的饅頭 所以咬到最後會有香味 不要換 我喜歡那個蒜香味 它沒有撒一些蒜片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是這蛋我覺得也蠻濕潤的 配上這個Bagel的麵皮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比較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個如果跟 我在加州吃過的一個Bagel 比較軟嫩然後紮實 這個我覺得有點偏乾彩 有點偏硬 但我覺得我目前都沒有想要喝水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是OK的 它這個是Rainbow Bagel Baking and Egg 飯香 飯香Bagel Avocado Bagel 我覺得這吃了一張正餐 然後這點是甜點 Avocado Bagel 可能就是一個蔬菜的概念 它是有在思考的 它是有在加倍營養均衡這件事情 D妹你是不是這樣想的 那我們最後來吃吃看這個 我覺得這個比Rainbow好吃耶 口感比較豐富 因為像本來有芝麻利 蠻香的菜味 有點像蔥香 對 蔥香 它也是吃久就膩的耶 這我一個人吃不完一整對 如果Cream Tree少一點的話 我反而覺得會比較好吃 我覺得它應該點兩個Bagel 然後一個這種比較甜膩的Cream Bagel 因為你下次要檢討啊 你正餐跟甜點的比例就錯啦 你會吃這樣一塊牛排 然後吃這麼大的布丁嗎 不會啊 好啦 排除比例問題 我覺得是不錯吃的Bagel D妹我先給你一個 希望你可以繼續努力的標準分數好了 我先給你7分 7分 那接下來午餐跟晚餐 我很期待你的表現 希望你可以繼續進步 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放到晚餐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D妹 對 對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D妹 現在是台灣凌晨1點半 也就是美國那邊紐約的下午1點半 他們現在已經移動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早餐我好像叫太多了 雖然我明明只叫3個Bagel 他們說太多了 吃不完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叫一個比較少吃類的東西 Luke's Lobster 那我就會先點一個Soup加Drink Combo 這樣他們有東西可以喝 還有一個4oz的 加Spicy Honey Butter 再一個大的Clam Chowda 一個Sparkling Water 因為哥哥很喜歡喝氣泡水 然後我再多點一個Lobster Roll 就好 就不要太多 兩個Lobster Roll 一個海鮮炒達濃湯 然後一個氣泡水 加上一個Sea Salt 海鹽口味的洋芋片 Lobster Roll 很貴 73美 而且我覺得這份量給超少 是紐約特別貴嗎 我怎麼覺得紐約的物價好像比加州還要貴啊 那我們最後呢 阿滴跟大千的午餐是84美 希望他們會喜歡 Seiko? A Crown Thank you 食物來囉 好的滴妹我們現在人在 吃飯館 看看滴妹幫我們準備了什麼午餐吧 水 羊魚片 醬汁嗎 湯欸 熱湯 這兩包是什麼 它是點雜貨店的食物給我們吃的 它是點雜貨店的食物給我們吃的 喔 哇 看有沒有飯吃的 它是上面很多辣醬 而且它是那種泰式辣醬 那邊也很好吃耶 麵包是脆脆的那種 這個底下是有涂醬料的 就單純只有龍蝦 但龍蝦量有夠多 欸這應該不便宜喔 我覺得這一個可能就要30塊錢 而且我覺得 它這樣份量剛剛好 早餐有點太多 早餐我們吃的滿爆的 這樣子賣多少你可以接受 三四杯 那很高啊 那很貴啊 三四杯九百塊耶 這應該是要倒到濃湯裡面的吧 這個超級濃耶 超級海鮮味的 我覺得這很好喝耶 真的假的 你看這些都是蟹肉耶 然後它的這個餅乾 也是蛤蜊味的餅乾 Oyster Crackers 很好喝耶 洋芋片 裡面有沒有用心啊 是不是隨便點一個洋芋片 就送給它給你 裡面的二斤芋片 快換主題了 一般的西包餅 午餐 那可以分 回想起我剛剛吃了什麼的話 我是有點擠不太起來的 就直接的那個龍蝦 我覺得就是 有花錢 所以我多給它0.5分 但是在心思的部分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在 配菜、零食、農飯的部分 再更多一點選擇呢 我覺得這個是 滴妹可以去加強的地方 所以老師在這邊 先給你個7.5分 我們上一餐給他的回饋 是你點太多了 第一個是點太多 然後第二個是點得不夠用心 這餐我會給8.5 吃起來很爽 我覺得分量剛剛好 就不會到吃不完 那我們期待最後 滴妹的晚餐 會給我們什麼樣子的美食呢 大家好 晚安 現在其實是台灣時間的早上5點13分 我原本預計要幫哥哥叫晚餐的時間呢 是8點 因為台灣跟紐約的時間是12個小時完全翻轉的嘛 所以我們這邊早上6點 他們那邊就會是晚上6點 那距離晚餐時間呢 其實還有兩個小時 但是因為我真的有點撐不太住了 我就跟哥哥講說 你還不要現在吃晚餐 看到了一個覺得我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吃的東西 Chipotle 我真的好想念Chipotle 便宜 好吃 又算是健康 當作一天的晚餐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burrito bowl chicken double chicken white rice fresh tomato salsa cheese 我們要多買chips跟guac 好 那我們這次的這個餐點呢 加起來還沒有加小費是總共40美 我們已經送出了 哥哥 接下來就會加點了 我要去睡覺了 Hi Samuel Crown Yes Thank you 滴妹幫我們買的最後一餐 喔我知道這什麼了 這Chipotle吧 算是 我覺得美國最好吃的素食餐 晚餐的話沒有買大千的份 因為大千 我怎麼沒有我的 因為大千他晚上要跟朋友吃飯 你要去吃一個米其林推薦的台式料理 唉唷厲害囉 那我們不要理他 Chipotle 我覺得CP值很高 因為我也有吃過 他滿 欸 他裝那個醬都露出來了 Guacamole Sauce Hot Sauce 喔他的份量也是很大耶 Chipotle Yo 他就是有點像Santaco的感覺 這也是滿大盒的耶 就是肉阿 菜阿 起司阿 番茄阿 一大碗這樣 讓我再吃 喔 好香喔 要舉手嗎 Yeah of cours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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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不好吃完 你要不要吃 這我有經驗 這個不能加太多 Hot Sauce 喔 滿好吃的耶 對啊 嗯 好辣 好吃 我覺得Chipotle很圓形食物 他的肉 貼成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底下飯 菜跟番茄還有起司 他就是把全部合在一起 整個味道我覺得很和諧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口感也很豐富 可能不是什麼 特別高級的料理 那就是單純可以吃飽 然後吃的也滿健康滿營養的 這邊還有一些 Tortilla Chips 他就可以沾我們的 個綠醬 嗯 這我好像還好 有個人非常認真的開始吃起來 把它吃得很亂 你連我的相機腳架都沾到了 怎麼可能 把它弄這麼亂 就這個咧 沒有亂啊 完食 感謝滴妹的 三餐 美國送三餐 耶 謝謝 謝謝 這餐呢 我覺得可以有個八分 我還是認為 體感上 中午那餐最爽 那如果今天龍蝦吃一個 一隻只要一百塊的生物呢 你還會覺得最棒嗎 一百塊台幣 還是不錯啊 好啦好啦 你是想要左右我的評論 沒有我只是確定 你是不是只是因為它的價錢 才給它一個比較高的評價 有可能 有可能 在美國點外送 我覺得真的是蠻貴的 外送費 然後還有很多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稅 難怪美國人 他們可以在家裡煮 就自己煮 那美國還是有很多好處的東西啦 這幾天應該也會陸續續續吃 那今天反正就是感謝滴妹 幫我們送三餐 24小時的體驗 都有人幫我們送食物 然後不用付任何的錢 好不好 我們原本 錢包有點見底了 我根本沒有的滴妹 我沒有辦法活到那幾天 那大家掰掰 我沒說他要來睡了 他今天 為了要點給我們晚餐 他就熬夜了 現在 現在是 怎麼會 你什麼態度